我叫做Pamela 是我們也有缺陷的姐妹 每一次崇拜結束之後 我就會和其他祈禮團隊的 一齊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去祈禱 其實平時登入祈禱的弟兄姐妹 都不是很多 所以都會主動去和弟兄姐妹聊天 為他們擔憂和感恩的事去祈禱 因為疫情祈禮團隊都轉為Zoom Prayer 我們每星期都會開Zoom 為教會的方向和需要祈禱 平日我們都會收到弟兄姐妹的Response Card 上面填寫了一些他們的代討事項 然後我會在自己空餘的時間為他們祈禱 我小時候因為一個手術的失誤 而令到左邊面有缺陷 形成一個自卑的性格 我藉著聖經的應許去祈禱 讓我明白上帝不是要 要將我身體上的缺陷拿走 反而是讓我的內心得到安慰 知道自己在神裡現的價值 雖然祈禱不一定能夠即時解決問題 但是祈禱的過程 亦是一種將自己的淡子放下交託給神的學習 應當一無掛淚 只要凡事藉著託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女保守靈的心懷意念 我回想神在過去給我很多的恩典 一步步建立我成為現在的自己 懂得學會凡事感恩更加信靠祂 先去看看 我們未必會講到最終的 我們未必會講到最終的 請多靜靜靈靈的 請教授